这个会用功的人 跟不会用功的人差别非常大 会用功的人一生当中决定成无上道 我昨天看到你们大家印的有一张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印得很好 我们每天念念 每天看看 对自己修学会很有帮助 人在世界常说 做事难 做人更难 尤其现在社会 一般人 缺乏 慎贤的教诲 随顺自己的无名烦恼吸气 这样的人很难相处 常常给我们起手 会修行的人好事情 这些人帮助我们 这是增上缘 成就我们忍辱波罗 佛在金刚经常说 一切法得成于人 你能够放下 能够守规矩 能够忍辱 保证你这一身成功 你不能忍 那就注定失败 我是一个学奖金的人 我明白这些道理 我过去在台中 黎炳南老居士的会下 学了十年 老师教我 带我 真的是高度智慧 处处都把我压在下面 台中辞光大专佛学讲座 我发起 讲座的过程 是李老师叫着我到他房间 问我的意见 等于是我们共同定下来 请拿这个老师来教 李老师都给我商量 但是大专讲座开学了 没有派上我 我在里头打杂 换一句话说 不让我有表现的机会 这好事情 我很清楚 如果有表现的机会 你要表现得好 引起人嫉妒 表现得不好 人家讽刺 毁谤 就是这样在台中过日子 日子也并不是很好过 我心里很清楚 决定不能犯一点过时 如果犯过时 你就被开除 你就要离开这个环境 学习的机会没有了 小心谨慎 小心谨慎 顺年如一日 不能忍这么心 一个人都不敢得罪 跟人相处 低声一下气 我一时想学前进 好 我送你到澳洲去 在澳洲讲得不错 大家都很赞叹 拿你一下 跟人家吵架 好 这一吵 吵走了 人家被他开除了 不要他了 这个就是不懂事 人家要骂你 席耳恭听 人家要打你 赶快跪到地下 接受他打 这是我们学佛 我们学佛就是这样的 人家要打跪到地下 乖乖的让他打 等他打够了 不打了再起来 骂不还口 打不还手 否则的话 你这个佛 你学到哪里去了 我们接受别人的侮辱 我们自己决定 不甘 以卧翼对待别人 委屈求全 这是儒家讲的理 理的精神 就是委屈求全 所以你们看《理记》 展开第一篇 去理 去什么 委屈 委屈自己 得懂得理 理是自己要懂的 不是叫别人的 我们一离待人 却不要求别人一离对待我们 你的心就安了 就平了 我一离待人 也要求别人一离对待我 难了 太难了 为什么 他没学过 不能怪他 佛在《无量寿经》上 都讲得很清楚 心人不善 没有教他 你怎么可以怪他 他父母没教他 他老师没教他 自己不肯好好的学 他怎么会懂得 随他的所作所为 随身他的稀气烦恼 正常点 谁要知道那是凡人 修行人跟不修行人相处 修行人要吃亏 要忍让 这个才表示你修行人 你不能够忍让 也像他一样 还想以报复 甚至于不报复 算了 我离开他 我走路好了 这都不是修行人的态度 真正修行人的时候 你长时间去感化他 他对我再窝 我一味对他好 人都有良知 都有佛性的 都有良心的 不过是烦恼吸气太重了 他要相当时间 他才能回头 烦恼轻的 回头快 烦恼重的 回头慢 佛菩萨对我们有耐心 生生世世都不舍弃 这是我们要修行的 一切要为佛法着想 要为众生的佛职着想 我们自己能够委屈一点 替佛法多做点事情 替佛做事情 这真实功德 所以我们想想 世间有几个人一生当中 能够为佛菩萨服务 能够为一切众生服 这机会太少了 太难得了 遇到有这个机会了 有人来障碍你 来找你麻烦 叫你退心 那是魔障先行 魔障必须要有能力克服 克服唯一的方法 忍如波罗米 所以必须放下自己的娇慢 放下自己的吸气 随胜众生 在随身众生里面 成就自己的六波罗米 那叫功德 随习功德 是这么修的 随会修的人 外面境界都是好的增上员 不会修行的 外面境界都是逆增上员 都叫你生烦恼 都叫你受气 都叫你退转 那么由此可止 外面境界满有好丑 我这里印的一个小篇东西 古一大四的发语 说得好啊 净原无好丑啊 净是物质环境的 原是人次环境的 没有善我没有好丑啊 好丑其余自己的心 自己心一念善 外面人人都善 四四五五都善 没有我善的 都是帮助我的 顺利境界都是帮助我 修人如波罗米 顺利境 在这个里头不谈 逆境不称 顺境逆境 善人物人献钱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于吃 哪个境界 不是好的增上员 就看我们这个音念 能不能转过来 这比什么都要紧 我们自己这一生 能不能成就 关键就在此地 要说什么都能忍 说实在的话 除逆境逆缘难 除顺境 善缘更难 顺境善缘里面 没有一丝毫贪爱的性感 逆出逆境难度了 所以小成人 从逆境里的修 苦行里的修 大臣菩萨 从这边